大家好 我是喬正安 很多人都喜歡吃麵 自己在家做麵條的時候 和麵通常會比較耗時耗力 今天我來分享三種麵條的製作方法 用廚師機就可以完成 第一種 中式寬麵 鮮活麵 高筋麵粉倒入廚師機中 可以先在中間開個窩 加淨水 一般水粉比為1比2 先用低速攪拌4-5分鐘 讓麵團和液體充分融合 再用中低速攪打2-3分鐘 讓麵團上筋 攪打到沒有分散的大顆粒就差不多了 壓至麵條之前 先把麵團揉成長條 等分成4份 用手稍微壓扁 附上保鮮膜避免發乾 如果麵團太大 一次壓出來的麵餅會太長 操作起來不方便 接著把麵團投入壓麵器壓成麵皮 兩端往中間對折 重複幾次壓薄 中途要不時撒上乾麵粉 防止沾黏 通過調節不同的檔位 控制麵筆的厚度 麵皮壓好了 我們用切麵器切成寬麵 切好的麵條記得撒上一些乾粉 抖勻攤開 用廚師機來操作 可以自由控制麵皮的厚度 以及麵條的粗細 接著製作第二款 易式細麵 硬質小麥粉倒入廚師機中 倒入雞蛋液 通常硬質小麥粉和雞蛋的比例 是100克粉配1顆雞蛋 先用低速攪拌4-5分鐘 再用中低速攪打2-3分鐘 攪打至麵團光滑 壓制麵條的方法大同小異 和好的麵團等分成小份 稍微壓扁 投入壓麵器壓薄 投入壓麵器壓薄 再用切麵器切成易式細麵 第三種 蕎麥麵 蕎麥粉倒入廚師機中 加淨水 水分比1-2 先用低速攪拌4-5分鐘 再用中低速攪打2-3分鐘 通過壓麵器壓薄 再用切麵器切成蕎麥麵 三種麵條做好了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烹製 如果一次吃不完 可以用保鮮袋分裝成小份 放入冰箱冷凍保存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